人的一生浮浮沉沉,潮起潮落,没有谁一生顺遂,也没有谁一生艰辛,每件事都有因果,所结下的每个果,皆是曾经种下的因,无论是美好的相遇,亦或是短暂的擦肩,人来人往中,我们渐渐发现,一切都是命运的馈赠,也许心酸,也许喜悦,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曾经验过岁月,教会我们自强自力,自己自足,即便此前蹉跎, 遇到这几种人,你的生活日后能蒸蒸日上,他们不是别人,是老天爷派来帮助你的人,看看你身边有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低谷时,主动拉你一把的人,众所周知,人生从来都是一段充满坎坷的旅程,很多时候猝不及防就跌入了低谷,想要彻底走出来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 但若是有人愿意主动拉你一把,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,支撑着你从黑暗走向曙光,不少人都听过孙殡和庞娟的故事,两人都是从鬼谷子,庞娟先出山当上了大将军,后来孙殡也受邀到了魏国,庞娟便心生嫉妒,经过多番设计,孙殡遭遭病行,靠着装风卖傻度日, 得知孙殡的境况后,和他一师一友的莫迪先生,当即把消息告知了齐国,还派出自己的弟子前去,看到有人来救自己,饱受折磨的孙殡忍不住泪如雨下,我本以为此生已无生还之望,没想到今天竟有这样的机会, 此后,孙殡德已在齐国大展所学,成功复仇,他也没想到,最后如神兵天降般,拉自己脱离苦海的,是仅有一面之缘的莫迪先生,这样的人,会在你经历人生低谷时,帮你从泥坑一般的生活里抽离出来,给你施展才华的机会,重获新生,愿意提拔你,让你成长的人,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, 这世上有太多人怀才不遇,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,能够遇到提携自己的人,这也是老天安排的契机,当这些人出现时,你的生命突然豁然开朗,你的事业也会不断经济,也许你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,但如果不是他们为你撬开命运之门,你可能终身都会处处受阻, 正如电影《爆裂鼓手》中,男主角天赋异禀,但单于玩乐,如果不是导师及时点醒了他,他就不可能走上鼓手之路,即便这位导师的方法极其严苛,但恰恰是这样磨练意志的训练,采洗掉了男主角身上的一身顽劣, 让他终于成功登台,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必然,你的努力是其中之一,他人的赏识也是重要成分,任何一个不吝惜提拔你,帮助你的人都是你生命里的贵人,千万别辜负,否则,当这些人离去时,你也就失去了扭转命运的最佳时刻,未来一定会悔恨莫及,愿意相信你的人品,帮你摆脱悠悠之口的人。 俗话说,众口硕金,击毁消骨,一个人的轻欲是非常重要的,没有被冤枉和诋毁的人,很难理解那种欲哭无泪,当周围的人不信任你,对你憎恨攻击,那种无助绝望的感受,真的很让人崩溃,这也是为什么,一些网络暴力,最终会让一个人轻生的原因, 当你尽职尽责地做好一切,却被人栽赃陷害,或是诽谤时,身边如果有个强有力的人,能够为你申冤,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了。 电影《拯救嫌疑人》中,张小斐扮演的律师,接手了一个无辜女孩被杀的案子,不明真相的网友, 纷纷议论说,女孩不自重,被杀害是咎由自取,意图达到泄愤和羞辱女孩的效果,可是,张小斐扮演的律师,却在庭审现场。 告诉世人,女孩极身自好,且积极上进,她不该被人这样侮辱,在危机关头,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品,能够帮你洗脱身上的污点的人,是老天派来保护你的。 误入歧途时,及时拉你回头的人,人生之路千万条,每一条都存在它的意义,选择不对,努力白费,只因各自选择不同,才能构成自己别样的人生,选择弱对,走的则是康庄大道,一生平顺,选择不对,人生道路随时遭遇急流险滩,长途漫漫,一眼望不到头,可人生的选择只有一次,一旦做出选择。 就没有回头路,可走,从而导致你心里焦脆,愁愁不前,若在这个时候,有人及时为你指点迷津,分析你的困境,教你如何选择,那这样的人,就是你的贵人,只要你行得稳,走得正,老天就会以隐蔽的方式帮助你,也许是刻意的帮助,也许是对方不经意的一句话,才是你醍醐灌顶, 从而迅速找到前进路上的拐角,从此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,所以,做人要常怀感恩之心,招风引蝶,从而会吸引更多的贵人。 得意时,敢于批评的朋友。 曾听人说,批评你的人,是你今天的敌人,明天的朋友,吹捧你的人,是你今天的朋友,明天的敌人。 剧作家曹瑜成名后,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,耳边听的全是好高妙,没有半点批评的声音。 曹瑜因此质得意满,迷失了创作的本心,作品变得大不如前,好友黄勇欲得知此事,给他写去一封长信,信中说,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,所以我对你要言。 我不喜欢你,解放后的戏,一个也不喜欢,你心不在戏里,像晚上喝了浓茶,清醒于混沌之中,我不对你说老实话,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。 难得的是,受到这样尖锐的批评,曹瑜并没有恼羞成怒,他认真反思自己,又回信感谢黄勇欲,称你射中了我的要害,还将这封信装表起来,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,用以时刻警醒自己。 古人云,良药苦口利于疾,忠言逆而利于行,虚假的赞美,远远没有真诚的批评,来得珍贵,那些好听的话,虽然让我们感到舒服,但没有太多的营养,甚至可能有害,很多时候,我们每个人都是手电筒,只能照见别人,而看不见自己。 得意时,敢于批评你的人,是老天派来帮你的贵人,帮你认清自我的人。 我们生在一个竞争激烈,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,这导致每个人都奋力地力争上游,生怕一个五体不勤,就被别人甩在身后。 可是,人生重要的不是努力本身,而是所朝的方向,让一个清心寡欲,正直善良的人,去做阿谀奉承,势力算计的是,无异于让他置身苦海,让一匹有潜力有天赋的千里马,去学坐驴,整天围在那拉末,日复一日,会比杀了他,还让他难受。 所以,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和领域,尤其重要,可是,我们从小到大,很难有机会去做各种尝试,去接触不同的新鲜事物,从而确定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所在。 于是,有很多优秀的人,都被路径依赖埋没了天赋,劳苦而碌碌无为一生。 但是,如果你有幸地遇到一位见识广播,思想通透的人,能点拨你一二,帮你看清前方的路,找到自己擅长的地方,认清自我,那么你的成长速度就会快很多,也更容易获得成功。 只有你,明白了自己的价值,平静地接纳自己的优势,并向一个方向,不断前进。 才会脱颖而出,这位教会你看清自我,明白自身价值的人,就是你的贵人,心善之人。 孔子说,言必信,行必果,一个善良的人会遵守承诺,因为当自己不遵守承诺的时候,自己的心会和自己过不去,良心会受到谴责,一个恶毒的人从来都不会想着遵守承诺是好的,因为只是会想到自己,所以觉得能占别人的便宜,就占别人的便宜,能把别人逼死,就把别人逼死,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 身边出现心善之人的时候,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对方的双手。 一个善良的人,不仅会帮助你,还会教育你善良。 有人说,如果一个人善良了,就会对别人特别的好,可是自己会受到别人的欺负,那么这对于善良的人是不公平的,那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愚善,如果一个人分得清楚好坏,分得清楚黑与白,那么这个人就会对自己好的人好。 而你遇上这样的人的时候,一定要对对方好。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,即便当你身上无利可图时,还会有人替你挺身而出,那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。 他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,在你误入歧途时,及时提醒你。 冒着你对他的厌恶,及时指正你,良药虽苦利于病,忠言逆利于行,海纳百川,有荣乃大,及时提高自己的人生格局,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贵人。 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荣辱不惊,淡定从容,人生处处极是风景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